在今年初期時 有幾個月都給水平酒 甚至根本都沒有落後 只要年代影響到最多多個市場 在隔壁的狗接來就受到影響 現在已經進入採收期 雖然收成減少了三聲 但是更加的香甜 年初期發生天氣疫情 一段大汗就吸收了幾個月 給水口都有要記得 這也讓很多農作部受到影響 讓很多農民都非常心疼 它在隔壁的狗接來 在這間大汗也受到影響 雖然三糧減少三聲 但是經過了大汗之後 萊芽的品質更加好更加香甜 今天的感染影響到我們的狗接來 那個三糧都減少 但是它的品質還不錯 收成是比較少 但是它的價格比較好 今年這樣減少有三聲 去後的差不多 這樣也是差不多有三聲 它這裡一些當地鐵壁的狗接來 農民都非常小心地從包裝打開 減少裡面的萊芽 它更農也會從鐵壁後的狗接來 放最粉結的機器上面 機器就會自動為萊芽來粉結 非常方便 它這一個六八百年萊芽 也代表到農民的苦心 歡迎各位民眾來選擇 有一個國家來 社群新聞正義心地獄鄉 蔡鳳報導 黃毅如同作戰 嘉義縣啟動了符合在地 以及黃毅需求的應變措施 首先我們透過村里廣播系統 讓鄉親第一時間就可以知道 政府要大家配合什麼 不管是端午節 請大家打電話給親友 請他們不要回來 或者是市場的分流管制 跟開滑 都是藉由我們動員村里長 每天定時在做地方的管播 第二我們錄製了電話語音的宣導 挨家挨戶固定時段 撥電話給我們的鄉親 做一個人剛才會告訴我 說官長 我有接到你的電話 而在大林大埔美 泡茶群聚案發生以後 我們馬上錄製了 專門為大林鎮的黃毅所做的版本 同樣透過村里長做廣播 包括整個所有的電話語音 跟大家做提醒 所以我們希望在不同的區域 做信息的告知 讓防疫策略更加的靈活 第三 為了知道感染是否擴散 以及我們地方的鄉親 我們必須要安他們的心 所以我們發生確診的村里 我們會做擴大PCR的篩檢 因為發生激起的家庭群聚的案例 我們提升了PCR採檢的量能 防止社區感染擴大的可能 衛生局人員第一時間連續醫療系統 不管是大熱天或是下雨 他們都非常辛苦 在第一線為我們的鄉親來服務 團結防疫 守台灣 面對疫情 病毒才是共同的敵人 嘉義縣做了相當多的防疫部署 我們希望民眾大家可以安心 大家一起共同來打贏 這一場戰勝病毒的戰爭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